近日,中国国家霹雳舞队选拔赛在国家极限运动沥水训练基地结束 8名选手在比赛中脱颖而出,组成首支正式的中国国家霹雳舞队 近日,中国新闻社记者进行探访 记者在现场看到,中国霹雳舞国家队的队员们正有序进行日常体能训练 在未来的近一年半时间里,大约有10个不容有失的积分赛、市井赛、资格赛、亚运会 直到2024巴黎奥运会的赛场 镜头前的这位小姑娘名叫郑子言,来自安徽省合肥市 性格腼腆的她,跳起霹雳舞让人眼前一亮 我只要站在舞台上,随着音乐开始舞动 我就觉得所有的辛苦都是值得的 最大的魅力就是可以让我在舞台上更加自信 今年15岁的郑子言,目前是中国霹雳舞国家队中年龄最小的队员 每当训练完毕后,还不忘学习 基本上,我们每天都是早上7点多起床,8点出发去训练 中午12点开始吃饭和休息 下午2点再次出发去训练场训练 6点返回基地吃饭 在一天的训练完毕后,吃完饭后 我便开始了学习,提高自己的知识储备能力 我觉得挺充实的 在今年春节期间,郑子言和队员还会继续训练 为此,她也向家人和朋友送上了一份新春祝福 因为今年过年不能回去 在这里祝大家新年快乐,心想事成 我在这里会好好训练 在2月份的比赛上好好发挥 我也期许中国国家队P65队员在巴黎奥运会上取得好成绩 相比其他队员,30岁的曾盈盈是队中的大姐姐 曾是田径运动员的她被P65的丰富和自由所吸引 因为我们这个项目有很强的包容性 不管你是40岁还是10岁 她都能去练习这个项目 在跳舞的过程中非常的自由 不管你心情好还是心情不好 都可以沉浸在这里面 曾盈盈认为 霹雳舞最大的魅力就是不断去创新 这个舞蹈给我的感觉快乐 能让我一直坚持 因为她很多动作都需要不断地去练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就是你要需要付出很多 要融入音乐,要创新 它是需要技术和艺术的结合的 据中国霹雳舞国家队相关负责人介绍 这段时间的训练计划非常紧凑和密集 队员们需要完成一定的技术难度 还要把中国元素融入到舞蹈当中 在训练场上 每名队员都要牢记 拼才能、强体能、长技能、续动能、四能目标 同时还要提升训练难度 苦练至胜大绝招 期待在赛场上展示中国体育健儿的良好风采 祝全国人民新春快乐 祝年吉祥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